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这一款凡泰微镜水光 首先打开电源总开关 然后我们打开界面的一个总开关 显示红色字体的这个是界面总开关 把界面总开关打开之后呢 上面这一个键是调节界面的 选择界面的 首先第一个界面显示蓝色十星的一个字体的 是我们的一个出针速度的一个界面 那么我们再调一下 它是显示我们每一针出来的一个尽量的一个界面 第三个界面是选择语言的 那么我们一般语言的话就是选择英文就OK了 然后再调回到我们的一个速度 速度界面呢 首先这一个界面是前进以及后退的界面 按键 那么这个按键主要是拿来作为一个 我们装上产品之后 它的一个主要这个卡口 主要的一个卡口 首先我们在装针头和装产品之前 都要把它退后到最后面 那前进 因为每一次在做的过程中 它不会自动返回 那么我们在做之前呢 一定要把它退后到最后面 在装产品的一个针头和一个产品针管 首先装针头 那么针头呢 它有一个卡槽 那这个管呢 这个尽量管呢 是朝上的 这个卡槽呢 直接卡下去就可以了 再看一遍 顺着卡槽卡下去 这是针头 那么这个卡着针头的这一个呢 首先它的一个滚珠是在后面的 同样它也有一个卡槽 这个针头卡槽呢 我们是滚珠在朝下方 然后这边呢 它是有两个卡口的 直接卡着下面这一个垫片 然后卡进去 这样子就装好了 装好针头之后 我们再装 装好液体的 装好我们产品的一个针管 装针管的时候呢 首先先把它的一个头先接住 然后前后左右卡紧 首先我们先把它的左右卡紧 检测一下 它不会再移动 好 再调节我们的一个前后 按上键 上键是前进方向 它前进的同时呢 我们要看一下 产品针管里面有没有空气 有空气的话 我们需要将它 多前进一点点 把空气挤出来 也要同时要看一下 这个针管里面有是不是有空气 好 看到它已经成实性状况的时候 说明没有空气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那操作的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调它的一个速度 那么调速度呢 是第二个 第二台界面的话 是调速度和 以及它的一个尽量加减的一个界面 首先我们现在的一个界面 是在它速度的一个界面 那么我们的一个速度的话 大概是在6左右的一个速度 根据我们手走的那一个速度 来调节出针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上面不是手走的速度 是我们出针的一个速度 那么调好出针的速度之后呢 我们按到第二个界面 调选到按右边第三排的上键 调到它的一个尽量界面 调到尽量界面之后呢 同样我们把它加在4到5左右的一个尽量 根据产品所用产品的一个浓稠度 去调节剂量 如果说产品过于稀的话 可能我们的剂量就要调的稍微少一点 产品浓度过高的话 我们的剂量调的稍微多一点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仪器上面 它有一个滑动旋钮 这个滑动旋钮呢 向上调节是调节我们针头的一个长度的 我们向上滑动的话 它的一个出针深度会更深 向下调节的话 它出针的深度会更浅 我们一般的话调到 在我们这个针头的一半状况下 就可以了 就是出针在整个针头卡槽的一半状况下 然后根据客人的一个舒适度 去调节它的一个出针深度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打了 然后这个按键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红点 有一个小红点 那么这个红点呢 就是代表着开始以暂停 如果说它变成绿色 我们按这个总开关键 它变成绿色 我们把所有界面都调好之后 按这个红色的一个按钮的话 它变成绿色 就说明我们现在 尽管我们出针 它是出不了的 它是暂停了的 它是暂停了的 那我们把它按成红色键 它是可以正常出针的 好我们现在开始 再给客人脸上做 同样做的过程中呢 我们按照面部九线的方式来滚动 那走的速度呢 稍微慢一点 均匀度也会高一点 密度也会高一点 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 第二排 遮的过程中呢 贴平 好 相对我们打它 拳骨 以及偶旁骨的时候 好 我们要把它这个深度往下滑 把这个旋钮往下滑 把这个深度啊 要稍微变浅一点点 眼中部位同样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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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